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杜帕说 这个影片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欧洲杯 现阶段的欧洲杯呢 有一些球队打的我感觉 从我们看比赛的这个过程呢 能够判断出来 并不是说特别的认真 或者说是全力以赴 就包括昨天的英格兰跟乌克兰 踢出了1-1 意大利跟北马其顿也是握手言和 意大利这一边因为输给了北马其顿 之前的世界杯呢 没有办法入围 也就量成了这个气氛呢 推到意大利这一边 就觉得昨天晚上的比赛呢 是意大利准备复仇 会踢出一个大比分的这个差距 可是最后也是1-1结束了比赛 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呢 意大利获得了一个进球 然后这个进球也并不是说特别的精彩 它是好像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后卫的脚上 然后有个折射 然后门将呢 一下子间没有办法去判断 然后球很普通的 就是进了球门 就是出乎意外的那种感觉啊 也不是说很精彩 但是意大利整个的攻防当中呢 确实有很多次的机会到了门前 或者是配合也很不错啊 但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多的进球或者是得分呢 我感觉就是意大利这边 今年或者说现在的意大利球队啊 有点缺乏风险 其实很多的球队都是缺乏风险的 有风险的球队给我们的感觉会更加的有视觉冲击力一点 啊 比如说比利时的话 呃 这个卢卡库在前面 我觉得他也是相当一种很重要的风险的这个位置啊 或者说是凯恩啊 或者是各种各种风险嘛 就会感觉到非常好看 那么昨天意大利这一比赛 我觉得一方面是战术呢 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第二个就是风险呢 可能确实意大利的风险还是 呃 还是不是很很优秀 好吧 英格兰这一边呢 也感觉没有太明确的这个战略性的要求吧 我觉得有点奇怪 听的好吧 好 我们继续来研究 就根据现在这个阶段的欧洲杯的情况 我们进行往下面去判断比赛 因为很多的球队他会慢慢的呃 进入这个缓冲期 然后自己醒过来了 会认真听啊 呃 这几天可能还 还不到那个还没到那个时候 特别是今天 我觉得还是会 呃 有一些奇怪的表现 好吧 OK 我们简单来呃 罗列一下今天的比赛 第一场是分狼队当卖 这一场呢 我也是给两方呢 5050的机会哈 就看好小 我看小 呃 1-0 1-1跟0-1 第二场是法罗群岛队 摩尔多瓦 这场是看好客厂的摩尔多瓦 宝瓶真胜 0-1 1-1跟1-2 第三场是黑商对保加利亚 这场呢是看好主场的黑商 1-0 2-0跟2-1 第四场是阿尔巴尼亚对波狼 这一场呢 呃 我是看好客厂的波狼 0-2 1-2跟1-3 最后一场是立陶网对塞尔维亚 呃 主场是立陶网 客厂是塞尔维亚 呃 在以往的交锋或者是双方跟其他球队的对抗当中呢 占据更多优势的是客厂的塞尔维亚啊 那么这一场呢 在立陶网的主场适当的能够看立陶网有机会可能能获了进球吧 但是大的方向我还是会看好呃 塞尔维亚 0-1 0-2跟1-2 好 这就是今天呢 呃 分别给大家用两个视频来分析我们球赛的结果吧 没有很详细的过程 因为场次有一点太多 好吧 就我们先整体的去罗列 但是整体的去做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一个种的进程 就是没有到就是你死我活的那个比拼阶段 啊 现在的球员或者教练呢 教练其实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他作为国家队的教练呢 没有去参加其他的这个联赛的进组对吧 但球员本身呢 他是带着联赛任务的 所以如果是没有到特别的就是需要去拼的时候啊 他是没办法说一下子拉开特别大的差距的 西班牙就不同啊 西班牙是恢复这个欧洲杯以来的 就是第一天的时候1-7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呃本来是小组可以拿到第一的 但是他跌落下来了跌落下来了 给呃 苏格兰拿到第一名 而且他的成绩也比较的差 所以他必须要就是一股作劲的去冲 对吧 我们之前预测的就是双方可能没有拉开他特别大的差距 可是在比赛的时候呢 西班牙上棒场就已经进了5个球一个被吹掉就上棒场已经4-0了 他就特别想要拿分 就是我们呃观察下来总结下来要有一定的这个归纳对不对 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判断呢 是有帮助的 好吧 好 我们明天后天还会继续给大家来分析欧洲杯的一些比赛进程 然后我们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讨论啊 谢谢大家